這個戴鴨嘴帽的男人鬼鬼祟祟 留意他手上還戴著勞工手套 車CAM的CAM主都覺得有古怪 這裡是大角咀思江武街42號對開 來到星期日的早上 停在路邊麥錶位的這部紅色豐田ARIS 車窗已經被人爆了 代單車配件 單車用品 單車用品 價值大約多少 3000元 另一位車主張先生 也就是車CAM的CAM主 他早一晚9點多已經發現一個可疑的男人 不過當時的男人就沒有進一步行動 而他也有報過警 可惜都是阻止不到案件的發生 我見他認定可疑 他準備帶勞工手套 他就立即收起來 因為安靜靜坐在那裡 看見我 然後他就縮 然後還沒跑去 然後還沒補警 唯有是這樣 我做得這麼多 他又說大約一至兩個月前 附近也曾經有車輛被人打爛玻璃 而他就將今次拍到的車CAM片交給警方調查